今天為止 我真的 我心裡很想把我們上課的內容寫成一本書 寫成本書 然後按照每一個不同的哲學家做一點章節的記錄 其實我這個大致上的內容已經差不多了 補充一下 我為什麼要有這種想法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發覺 我們無意之間還滿完整的 就是說我凸顯了一個哲學發展的精神 尤其是懷疑精神的發揚 我的假設是這樣子 從一開始的話 就是對於整個時代中的一個出現的轉變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 我們從Sanophones開始 然後講到蘇格拉底 請大家要記住 他們是不同形態的懷疑論 懷疑主義 那我把這個凸顯出來 然後一路下來講到柏拉圖 講到什麼 我都要告訴他們 所謂的不懷疑主義者 他們要呈現一個立場 就是要遠離這個現實世界 所謂的懷疑主義者的話 就是針對現實世界中的經驗做出懷疑 那我們在哲學當中最重要的兩個立場 在現代性出現以前 到了上禮拜我們講迪卡爾維茲以前 大概是這樣的規模 就是說有兩個名詞 idealism and empiricism idealism就是 有人叫理想主義 有人叫理念主義 請大家記住 我們只要記住這兩個英文的 一個叫idealism 另外叫empiricism 就是經驗主義 理念主義跟經驗主義之間的對立 是我們整個課程的核心之外 也是我們所有懷疑論之所以變成有必要性的關鍵點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代社會出現的所有的爭端 都來自於這兩種理念之間的對立 那首先要第一個就是說 當你談到現實世界你談的一定是經驗 如果你不談 如果你談經驗 經驗的內容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我們的味覺 觸覺 嗅覺 視覺跟聽覺 來體察這個現實世界 而這個我們的五種感官知覺是有限制的 它沒有辦法達到絕對的真實 如果說你的來源沒有辦法達到絕對的真實 你出現的結果就不會是絕對的真實 所以我們經驗的內容中是有限制的 你們在心理系原來那個黃光國教授就是針對這一點 提出了對於心理學的整個基礎性的批判 我這個理解當中就是說 那怎麼辦呢? 大家都採取idealistic 就是採用理想主義 什麼叫理想主義呢? 理想主義心靈的狀態 強調的是我們想像中的世界 那有可能是完美的 也可能是真實的 想像是真實的 比如說 比如說我常常用愛情舉例子 大家講說我一定要找到能夠長相失守 能夠勇於愛和的人 我才取才嫁的這種情況下 只存在ideally 但是ideally 它的存在 它的ideally 它的存在是真實的 它的確是真實會存在的 所以說也基於這個緣故 另外一個重要的ideally 整個代表就是Mathematics Mathematics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們用符號來展現我們的推理的過程 用符號展現推理過程 所以說換言之符號本身沒有意義 那個推理的過程被符號記錄下來 所以因為推理不會錯 來源不會錯 所以我們就產生了真實認定 請同學切記 今天是最後一堂課 而且的話不用麥克風 講給靠我近的人聽 你只要記住ideally 人跟impuracy 那這個為什麼是西洋哲學的核心呢? 因為這件事情的出發點非常自然 因為人必然是從經驗中來判斷外在世界 然後再從經驗中來否定 我們對外在世界所做的判斷 這個過程是非常自然的 那跟現在的整個社會中出現的爭端是什麼呢? 大家就要了解 我們現在講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倫理 這五個方向 我們政治有理想也有現實 我們社會有理想也有現實 我們經濟有理想也有現實 我們文化有理想也有現實 我們倫理有理想也有現實 這基本上現實就是經驗中的impuracy 理想就是ideal 所以我們的社會當中大家隨便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今天早上大家看到社會報的頭條 都是馬上要爆發一輪大的流行性感冒 流感會大流行的理由是因為我們猜錯了 我們打了三種流感 2A、1B 結果後來都不是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們會覺得我們的ideal落實當中 ideal的觀念是說 只要你把所有的流感的疫苗全部打完一遍 你就不可能會得到流感 但是你不可能永遠打中七、八種或七百種在身上 所以你只好打 猜兩、三種或是三、四種 然後現在沒有猜中了 在現實當中沒有猜中 所以說有可能那種沒有猜中的可能會大流行 這個理論是這樣子 這個理論對不對呢? 這個理論絕對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上過懷疑論都知道 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少種流感 事實上流感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而起來的 都還不一定 那麼醫學界當有一種共識 就是說流感有一種病毒 這個病毒… 然後我們要猜這樣 所以說一般人來講的話 透過經驗來了解理想有限制 透過理想來了解經驗也有限制 所以我們上的課的內容 之所以叫做通知教育的課 就是因為它跟所有人的講法相關 因為你要了解這個其實 這個才是真正的philosophy of everything 就是說ideality and empiricism 就是說同學們有沒有人聽不太明白的 比如說你學管理的 你學財經的嘛 我跟一些同學了解到 因為他們的學科 你在學財經的時候 你一定會出現一個觀點 就是說我們財經當中 有一個最核心的經濟理論 就是supply and demand 財經當中的話 有supply的話 我們就會出現價錢下滑的現象 如果有demand的話 價格就上升 大家的話 增加的話 但是有一樣東西 這個是理想 但這個理想是不是真的 絕對不會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經驗當中 讓價格浮動的主要原因 是來自於speculation 所以才會出現voluntivity speculation 根本就沒有辦法翻譯 我們有人講說投機心理 speculation不是投機 speculation就是不顧現實的期待 比特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大家對於這個 航式騙局、老鼠會的這種心理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全班每一個人都講 這種東西有利可圖的話 大家就會逐漸朝上這個方向 最後一想起來 就像黑色郁金香一樣 搞不清楚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永遠是在ideally 過生活跟empirically過生活 這種區別 所以說這個 我強調這個意思是告訴大家 我這個人不浪費時間 我講的哲學一定要有用 所以你學的 但是你其他學政治的 學國際關係的 這個 或是學社會學的 或是學這個文化的 研究什麼 這個都可以用得上 就是你在ideally設計一種情況 你要主動在別人發覺 你有可能不爭的情況下 先告訴人家 它不爭的可能性在哪裡 我再重複一遍 因為很重要 所以我只講兩遍 就是說你發明一個理想的理論 你要在別人發現你的理想理論有可能出錯之前 自己先講出自己有可能發生錯誤的地方 作為最堅強的防禦嗎 你知道你講說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我有想到的 你上過我這堂課以後 你就自然而然變得口才非常流利 也沒有人講得過你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會出錯 即使有錯 你已經先講你在哪裡會出現錯誤 所以這件事情後來動足機先 在人家想到你有出錯之前 你先已經強調自己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就不會出錯了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體的社會 出現一個哲學的真空環境 叫做philosophical vacuum 如果philosophical vacuum的情況下來講 大家對於ideal裡會把它當成經驗的一部分想 那就完蛋了 那同時有人會把經驗當成ideal來想 ideal當成經驗中的一部分來想的話 就是統派 那把經驗當成ideal來想的話就是獨派 兩者之間的話 犯的錯誤是一模一樣的形態 對不對 你學歷史你要不要幫我們分析一下 對不對 統派的話是把這個大中華大一統的環境 把它當成經驗想 會總是覺得說是到哪去要唱 四海都有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 像劉家昌一樣 對不對 你把你的理想當成你的經驗中的一部分 但是沒有人跟你共享這種經驗的情況下 你久而久之 心裡會產生很大的變革 那獨派的話是把經驗當中 當然獨立自主的國家當然非常好了 把它想成ideal 變成我要努力的目標 問題是經驗中怎麼可能變成理想呢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發生的情況 我現在講的是非常公平 是按照我們整個脈絡的結構來講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 我們很多人會覺得說 對 即使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但是有夢最好 有夢香水永遠最好 這個就是基本上把經驗當成理想來看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的話 對我們來講 重點不在於說到底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性 重點是在於說 透過哲學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 從這個期中考以後開始強調這個Pyronism Pyro主義 Pyronism先講它的大家的歷史的脈絡 然後講它的這個論證 所以Pyronism的話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一個 新的一個懷疑論的高峰 這懷疑論的高峰是這樣子 懷疑論的高峰並不是針對什麼事都反對 而是針對大家都反對的事情還贊成 針對大家都贊成的事情有反對 就是懷疑集體的思維中有可能出錯 這個也是我自己一生中奉行的目標了 昨天我跟幾個網友討論什麼叫人生自樂 我寫了兩句話 還在我的手機裡頭 我說當大家都致命清高的時候 我一個人跑去賺錢了 當大家覺得人人都可以發財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靜靜地讀書了 就是跟人家做不一樣的想法 這種感覺叫人生自樂 你一定要懂得這個意境 所以皮羅尼森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時候 在皮羅尼森的兩部分的argument講完以後 我們會講到奧古斯丁 我們其實是分成了 奧古斯丁的部分分成兩部分來談 那奧古斯丁的話 兩部分來談的話 主要是在講一個類似神學的理論 但是其實講的是哲學 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擁有真理的同時 而且會感覺得到我們是整個整體中的一部分 請大家要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你一個人能夠縱攬全局的話 那一定是在自我欺騙了 覺得說我現在看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人的話 你的壽命都有限 你怎麼可能了解全局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有一種歸屬感 是屬於整個人類文明中的一部分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經驗 不是來自於我 來自於我的父母 他跟我講說我當年該做這件事 結果沒做害得我今天到現在 你就會久而久之就銘記在心 你就會出現改變 所以你就繼承了這些經驗的發展 所以當一個人歸屬於一個整體的時候 他會發覺真實的意義存在 我如果能夠再活一次 我的生命中會有很大的轉變 非常大的轉變 那我覺得我生命中充滿了很多 我自己一開始低估的或是高估的地方 高估的讓我摔了跟斗 低估的話讓我感覺到平步輕雲 所以我才突然理解到 原來我們長輩告訴我們的經驗是 我們應該要學習什麼 我們應該要學習謙虛 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認知 所以基於這種緣故的話 所以奧古斯丁的理論我分成兩次講 但是裡面有很重要的地方 這個也是我們會要期末考要考的部分 然後我們第三個部分的話 講到蒙田 蒙丹尼爾 講到蒙田的部分的話 那是很有價值的部分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說過真正的中世紀的終結 我有一天在課堂中很激動的講 西方的歷史跟東方歷史有差別很大 這是現在一個非常熱門的題目 東西方到底差別在哪裡 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題目 然後我覺得在我所做認知的環境當中 沒有一個人在這個問題上比我更具有資格發言 真的沒有 因為我在西方活的時候是拿命在活 我根本就不想回來 我擺過地攤 我做過小生意 我走私過 我賣過 當過餐廳 當過waiter 什麼 開酒 什麼的 我曾經 我曾經這個幹過很多不是學術性的工作 我非常喜歡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會變成今天站在大家面前 所以我覺得東西方之間最大的差別是 西方的歷史是斷裂的 一個 discontinuous history 大家記住這個觀念 東方的歷史是連續的 那在這個差別當中 我覺得斷裂當中的代表性人物 那個斷裂的過程當中 我們花了整整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我們花了整整四堂課來解釋 這個從中世紀到現代 因為大家提到後現代認為 第一個代表人物是奧古斯丁 而對我們來講的話是中世紀的整個開始 為什麼他是後現代的代表人物 大家可以慢慢探討這個原因 探討這個原因 就是發覺 因為奧古斯丁他很強調是人自己的理智內疚 包含了上帝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裡面share的這個divine light 然後第二個代表人物是蒙田 Michel de Montagnier 波爾多士的市長 Montagnier的話 他是真正的結束了中世紀的代表人物 為什麼 因為他批判了人的中心主義 批判了歐洲的中心主義 批判了人跟動物的差別 批判了科學理性中心主義 這四點我們到今天才突然意識到 我們現在突然覺得德國人吳三小 大概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發覺美國人其實腦袋有問題的話 大概也差不多是這個最近一年多的時間 在這之前的話 我們還覺得說只要是白人就特別棒 現在我們有哪個女同學帶了一個 金髮藍眼的男朋友坐在旁邊 我們都覺得說請你坐前面一點 要不然就出去 就不重視 不像我們當年做洋奴的時候的心情 完全不一樣 這個改變太大了 沒有人會覺得這是我男朋友 沒有人講這是我男朋友 表達方式不一樣 真的 這個差別很大 這個東西方的區別 這個現代性的結束 真正的宣佈出現的代表人物 想想看我們今天人相較於動物 很多人發覺開始提倡動物權 如果蔡英文好像喜歡養貓 大家都流行養貓 本來我家是 我們家本來貓、狗都不養 後來我弟弟開始養貓 然後我們覺得歐洲中心主義 大家覺得歐洲中心主義突然不對了 覺得歐洲其實是 有歐洲五國 我們要感謝希臘 我們從希臘開始 從希臘結束 整個歐洲就結束了 要感謝希臘 然後我們要發覺說科學理性至上 大家現在很明顯 我們的社會當中對於成立高等教育 來鼓吹科學理性 台灣社會構成極大的爭議 教育的普及的效果 是變成集體無知 這個真是意想不到的結果 意想不到的結果 沒有一個人能拿得出對策 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人拿得出 你說高等教育好不好 你是台大學生 你覺得台灣的高等教育辦得好不好 老師 評價好的標準是什麼 不是 你就看我的表情 就知道我要的答案 老師好不好 老師好 其他不好 這叫什麼答案 馬屁 反正我不講別的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說 《衝鋒待內》之後我們有迪卡爾 然後今天有David Hume 今天講到David Hume的時候 那要出現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結論式的說明 要靠什麼 結論式的說明要靠什麼 我先跟大家強調一個歷史背景 你一定要記住 拜託大家 I plead to everybody 你在讀歷史的時候 向你們讀歷史 你要記住西方有一個enlightenment 叫啟蒙 啟蒙本身是真正你需要去了解它的意涵的地方 因為啟蒙出現的關鍵 主要是有兩個地區 一個是法國的啟蒙運動 一個是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我們理想中的混亂式的啟蒙 就有一些人自認自己看到光了以後 告訴人家說光在哪裡 光是什麼的話 一般認為是法國式的啟蒙 就是百科全書 因為人靠自己的能力 不要靠上街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就是人自己就有宇宙了 不需要神了 另外還有一種是心靈上的啟蒙 就是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Scottish Enlightenment 一般人都不知道這個 你就要打Scottish Enlightenment I hope that your English is good enough to check or Google 你一定要自己去了解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為什麼是真的理念上的啟蒙 因為主要是兩本書 其實人很多 但是一個人是我們這邊講的David Hume 我們另外一個是亞當詩密的 Adam Smith的The Wealth of Nations 國父論 這個他們都是18世紀的 休默死的那一年就是亞當詩密出版他《國父論》 1776年 1776年剛好就是美國大革命 美國宣佈獨立的那一年 所以英美的世界取代了 英美的世界取代了世界的以法國文化為主流的思想體系 是來自於蘇格蘭的啟蒙 蘇格蘭啟蒙的話 在哲學理念上 Hume批判了科學理性 這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18世紀 因為18世紀我們叫做The Second Lemire 就是法文 就是光的時代 然後亞當詩密馬上順應而推出來 國父論 就是資本主義 所以我們本身來講 我們到今天 我們到今天 大家都受到這個影響 不管你喜不喜歡資本主義 但你要留學就去美國 這觀念很人氣 很多人認為 美國最厲害的不是它的航空母艦 是它的高等教育 如果到了美國的大學一讀書 你會發現 哇!Amazing 我在美國大學教過一個禮拜的書 真的是Amazing 一個普通的Libra College 收到學生 那個他有辦法讓學生非常躍躍欲式的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做偉人的那個高等教育 我覺得美國高等教育的厲害 不是在於老師 會教什麼的 我們都搞錯方向 整個校園內的氣氛 那個氛圍很重要 就一進了那個校園的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對於美國的高等教育比較期待 但是那個理念 但是它有一個哲學的基礎 其中哲學的基礎中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介紹的Dev Hume 是18世紀最重要的懷疑主義者 我講這句話 我裡面的每一句話 大家 將來我們的PPT都會上網 都會上網 所以現在就已經上網了 大家在看到裡面內容的時候 這一輩子都要記得我講的每一句話 為什麼它是最重要的 它的懷疑主義之所以重要的理由在於 從最根本的角度批判了科學理性 什麼叫做最根本的角度 我在台大教了十年的科學哲學 我教科學哲學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唸一套口訣 讓學生了解 因為學生 我先講一句題外話 我上禮拜講我們的哲學知識不會進步 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們沒辦法深入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其實是有答案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答案 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環境 我們有我們所謂的傳統文化 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儒家所標榜的基本理念 這個基本理念來源是人的本性 只是儒家用一種不是系統的系統 讓它活成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三點 家庭 教育跟陰陽五息 性命 一命二運三風水 這三點 這三點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已經變成了宗教了 所以我們安生立命 靠的就是家庭 家裡有人走了我們會難過 家裡生出小baby 我們都莫名其妙的高興 然後教育 考上台大我們都莫名其妙的高興 到了台大以後 問你幹嘛來台大不知道 那陰陽五息跟你講說 這一切的話 陰陽五息有什麼好處呢 運氣好的時候感謝天 運氣不好的時候咒罵天 有個對象 發洩 變成宗教了 那因為我們有這個宗教 所以我們的傳統文化變成我們宗教以後 所以我昨天在活用哲學裡面上 宗教哲學的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 我們的社會的哲學為什麼不會進步 因為哲學所要企圖解決的最高層的問題 就是宗教的問題 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輕鬆解釋 還什麼叫深化哲學理念 哲學理念管個屁用 所以我們整個是整個華人世界 哲學沒辦法深入 你看那個 好吧 最後一堂課 你看那個中國哲學講的笑死人的東西 什麼跟著講照著講 六經住我 我住六經 沒有創意 講來講去都沒有創意 你看人家像我講了這個懷疑論的精神 這還是通識教育 多精彩 你要讀的話 你起碼讀三年書 我告你 哪一個人可以跟我對話的 多精彩裡面內容 我講起來的話 頭頭是道什麼東西都可以講 就單憑這種本領的話 我一個人就可以開個電視台 我告你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發覺說 你活在一個不是宗教 而充滿了宗教氛圍的社會裡頭 你當然思想不可能進步 而且它的副作用是什麼 我告訴你 全世界所有跟漢文化相處的民族 都會討厭漢人 實用精神太強 我能看到了嗎 這個Discovery Asia裡面講 就是到了緬甸一條什麼 那個名字很奇怪 什麼阿瓦 什麼江的 一個大河四個字的 阿瓦 什麼阿瓦 沙巴 什麼的 搞不清楚 然後那裡面的賣陶罐的人講說 為什麼你們還要用這個江上面的船來運陶罐 他說因為 為了要防止中國人用低價的產品 取代了我們所有的市場 競爭 然後講說你這個路上的話 為什麼這麼多破碎的罐子 那都是中國人打破以後 他們不收拾 留下了垃圾 我當時一聽 我冒心裡覺得真的是難過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文化太早安身立命 宗教 家庭 我們沒有國家 人家罵是罵中國人 其實我們哪個中國人有認同國家 要移民的時候 只有放炮慶祝變成美國人 沒有聽過哪一個人很遺憾的 就是先簽附 然後護照丟在那個塞在的腸子裡頭 沒有 沒有 通通都是很高興變成美國人 現在大家一講 我看過很多人講 我上個週末放到一個人 我講說台北有很多人有美國護照 都including me 非常得意 我剛說日本 你去看看日本人會怎麼想 韓國人是覺得不好意思 日本人會覺得是起死大路 那我們中國人歡心鼓舞 很想說 哇 You know I suffered a lot in China and then I became a really great man in the U.S. 都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這個文化當中 基本上進入一個宗教的層次 所以我們的哲學不會深化 你讀台大也沒用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 坦白講 下學期的話 我還想再開這個課 因為我真的有心 要把他這個觀點提出來 因為同學們 我講這個話算是很重 罵你們所屬的共同文化 沒人有反應 我老子不啟蒙又怎樣 活得安生立命 你不是認為安生立命重要嗎 我已經安生立命了 還要怎樣 一定要信你那個耶穌 信你那個上帝才有用嗎 我就不信 我就敢信毛澤東 我關心 就有這樣的現象 就有這樣的現象 所以說這個是我有感而發 那為什麼講到Hume這一點很重要呢 因為我要強調 從David Hume的哲學出現了以後 他達到了我們深化知識的效果 讓我們回到日常的生活當中 發覺真理其實腐蝕皆是 觀點是你要戴上一副不同的眼鏡 這個就比較符合我們的感覺 那我們的社會要深化 其實我必須坦白承認 很多人開口閉口批評儒家 媽 你老幾啊 人家2500年的文化 你能夠跟山蘇比嗎 你到故宮裡面看看 隨便一個人寫的都比你好 你算老幾 人家都相信這裡面 想批評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不可能 基本上是不可能 為什麼 太雄厚了 而且太實際了 你不靠家庭 你有今天 你有機會坐在這裡 你不靠教育 你有今天 有對未來充滿信心 你不靠陰陽五行 你要靠誰 David Hume 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針對科學理性盡情批判 我上科學哲學的時候 我唸一個口訣 凡是科學的 一定是經驗的 懂嗎 凡是科學一定經驗 說老師 我憑我的直覺 對不起 沒人知道你直覺什麼 我說我跟愛妮善一樣聰明 對不起 愛妮善也講不清楚 他為什麼會有相對論 電影演了個半天 也沒人看得懂 凡是科學的 一定是經驗 凡是經驗的 一定是歸納的 對不對 經驗就是歸納 凡是歸納的 就一定是有問題的 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凡是歸納的 一定有問題的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有誰知道凡是經驗 凡是歸納的 一定有問題的 有誰知道 你應該知道吧 歸納法一定有問題的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你一臉聰明一樣 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會出錯 我問你是為什麼 不是為事實 當然了 什麼事都會測試 凡是歸納的 就一定有問題 歸納法本身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是Problem of Induction 你知道 你說 現在是把你前流的事情做成證 是不是我們 我們不是要預測未來 未來的事物是不確定性 可是我們是用過去的事物 對啊 我們拿過去的經驗當成規律來預測未來 當然有可能出錯了 因為我們不知道未來是什麼 好 那科學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這些問題 所以這個口訣 再念一遍 凡是科學就是經驗 否則你就講不清楚 像你們這個學 凡是經驗的話一定是歸納的 否則你怎麼知道你的經驗是什麼 凡是歸納的 像你們所有的專上除了讀物理系的跟化學系的以外 其他全部都屬於這個範疇 包含學歷史的大數據什麼也都是個範疇 那歸納一定會出問題 就是你剛剛講的問題 那我們科學哲學討論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David Hume就是典型的 所以說科學的理性建立在歸納法之上 而Hume的懷疑論以拒絕歸納法著稱有名的 包含因果關係的歸納原則認為 如果每次看到A的時候就會看到B的話 那麼非常有可能是當A發生的時候 B會跟得出來 這就是他的問題 萬一B不出來怎麼辦 萬一B不出來怎麼辦 這樣的情況 歸納法的重點 因果發生次數 多到讓我們相信A跟B之間的因果關係 是必然的或是極為可能的 請大家注意 他們這個發生的次數之多 讓你產生一種必然的認知的感覺 是一個很嚴 你要知道 我1995年回來 是台灣落實高等教育改革的最重要的一年 其實我還滿感謝這個高等教育的擴張 沒有這個高等教育擴張 我不會有工作 也更不會機會見樓頭角 也不會有機會站在大家的面前 現在我可能搞不好跟吳宗憲拼上拼下了 搞不好 因為 對不對 沒辦法 可是高等教育的擴張 當初的理念我記得非常清楚 一些很厲害的人物說 我們都是在台灣那個貧困的環境中長大 然後到美國留學 突然當了美國當了大學校長 所以我們認為只要是給這個人的教育 他就能夠有機會改變 所以因此教育就像是人的基本人權 叫basic rights 我們沒有理由拒絕他受教育 因此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輕鬆受教育 好了 這就是結果 20年後 2015年 大家開始意識到這個歸納的結果是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考慮到是誰到了美國都可以當大學校長 他忘了 有很多人到了美國 送帽子 做郵差 跳脫義武的什麼的都來了 他沒有想到人有志於嫌不孝 所以出現了結果 但是他認為說只要是教育讓每一個都有機會 我就是一個例子 以偏概全 所以說Hulme認為這個根本不是次數的問題 就是說我跟大家強調 我們講哲學要講一個基本的觀念 Nothing happens without a reason 所以年輕人遇到今天這種慘狀 我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不要再聽 不要再聽媒體對於年輕人的報導 你們比我們知道的多太多了 我以前讀大學的時候根本不能夠想像 班上有人會用英文問問題 根本不能想像 我們認為會講英文的只有一個人就是外交部長 而且外交部長講的那個沈建宏 都裝得洋槍洋調的 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不講The Republic of China 就要故意裝這個樣子 都是假的 騙大家好來等到了台獨分子的子女 從美國回來以後 發覺根本就是大騙局 我自己都會這些東西 我會講英文相聲 你知道嗎 我自己什麼腔調我都會 連菲律賓、Tagaloo腔、Taglish、Singlish 我都會講 我都不忍心講這句話 我要告訴大家什麼 我要告訴大家的重點 就是我們本身的環境 出現的情況因人而異改變非常大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你們比我們當年懂得太多了 我告訴大家 我出國的時候 我一到比利時 兩件東西我沒見過 第一個 我沒有見過披薩 我沒見過 我就是披薩、披薩、披薩 不知道 我以為是斜塔 沒見過 不知道 你想想看 我就算很洋的 我是東海大學的 我老是美國人 在其他那個台大人更土 政大都更土 我跟你講 第二個 我沒有見過自動提款機 我在前面看了好久 卡片進去 錢就出來了 還在想 這個錢誰沒見過 automat 我年紀也不大 你看台灣有多落後 像你們現在覺得說 老師 你是在跟我們講博物館學還在幹嘛 我跟你講 你們見識多了 我們那個時候一個人 我到現在每一次坐飛機的時候 還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就覺得去機場還要很… 我孩子們 你們到機場一個鐘頭就夠了 四個鐘頭就夠了 一個人把他衝進飛機就行了 什麼都不當回事了 懂嗎 所以說這個大家要了解 每一個人是獨立的 創造的一個新環境 大家說年輕人不行什麼的 亂講 你們經過了各式各樣的政治 社會 經濟 道德 各種革命 哪裡有什麼的 你們見過的市面多大 對不對? 你們基本上沒有移民的問題 不會浪費時間 你們也沒有兵役的問題 整個人是不是在你們手裡 對不對? 機會太多了 但是你們要跟我學 我剛好跟我講什麼 就是當大家都在致命清高的時候 我賺錢去了 當大家發覺人人可以發財的時候 我就讀書去了 要做這種轉變 好 那麼歸納法的問題 如果這個原則是真的 那麼因果推理就是有效的 也就是說在科學的發展中 我們基於實用的原則可以運用歸納法 得到了充分的真實的可能 所以這個科學裡頭運用歸納法 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四句話 那這四句話當中 每一句都會出現很多值得上去的地方 首先科學就是經驗的 科學有很多的創意是來自於沒有辦法用經驗解釋的 對不對? 有人講說六甲若的發現的那個結構是因為他做夢夢到足球 發覺六甲若的結構跟足球很像 果然 那你說這個 你不能每天報個足球在那邊化學實驗室 對不對? 也沒有打包票 然後的話 那科學發展基於實用的原則 可以運用歸納法得到充實的 充分的真實的這個可能性 經驗一定是歸納的嗎? 歸納法能夠歸納所有的經驗嗎? 我剛講的speculation就沒辦法歸納出來 你沒辦法計算 有人會覺得說發明一個博弈理論 算出來求乎其上 得乎其中的心理 是所有人共同心理 用應用數學來講就得了諾貝爾獎 但是博弈理論的那種心理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很簡單 你不敢冒險的人就是博弈理論 對不對? 你敢下去 找我們去賭的人的話 賺了很多錢回來 或是輸得一屁股的人 這些人的話跟博弈理論就沒有辦法 但是絕大多數人都不是理性的 絕大多數人不是理性的 今年的諾貝爾的經濟學獎得主沙勒就講了 絕大多數的消費者行為不是我們所謂的理性 好 那如果這個原則不是真的 那麼所有科學中 這個從普遍原則的歸納推理就有問題 這是Hume講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十八世紀 對於經驗主義者而言 這個無法構成的拒絕修莫懷疑論的問題 無法 我們沒有辦法拒絕這個對於Hume 所提出來的懷疑論 對整個科學理性進行的挑戰 同學們要理解 要理解 如果科學理性可以被挑戰 那我們等個大學成立的目標 就完了 就完了 像我們班上的同學好一點的讀物理化學的差異 不是差異點 就是說整個學科差異點的 讀了什麼管院的 社會科學院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歸打架了 他就在整個歸納的過程當中 就強迫你要去相信他 自己有時候都不太相信 社會科學的理論 政治學的理論 笑死人了 還有理論 選舉還有理論 這怎麼自己 大家發明這個理論 自己都講不清楚 其實我覺得還不如古希臘的學 古希臘所有的讀書人都不學別的 只學一件事情 你知道學什麼嗎 你知道學什麼 那個時候哪有人學哲學 你知道古希臘人什麼都不學 最有效的教育 只學一件事情 我講過 對啊 叫修持學 學講話 講話只有一個目標 把死的說成活的 大家比賽 這烏龜死了沒有 先假設沒死 說說說 烏龜還在爬 它在跑 這貓死了沒有 沒死 然後再貓 就是把死的說成活的 只有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確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 那麼歸納法本身也不能夠從觀察獲得 因為你看不到歸納法 所以想要正成歸納原則 就必須依靠經驗以外的更高原則 經驗以外 什麼是經驗以外的更高原則 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 就結論型的課程 從這個角度來講 修謀證明了純粹經驗主義 並不足以作為科學的充分基礎 所以就是科學就不會是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歸納原則的話 那我們可以接受一下理論 就是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於經驗 我剛剛說過很多知識的來源不是經驗 所以說歸納法的應用跟科學知識的發表沒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說Hume在反對歸納法的原則中 他相較而言 因為他批判了科學理性 提出了最深刻的懷疑論 所以同學們要注意這個人 David Hume 他讓我們承認歸納法是一種特別的邏輯原則 不能夠從經驗中獲得 也不是一般單純的邏輯推理 歸納法為什麼不能夠從經驗中獲得 因為他是我們的本能 本性 我們這個學學在201上課 第一次上課大家都在找201在哪 第二次 第三次沒人找 現在的話我直接衝 腳踏車一停就衝上來 就直接進來 現在我看到第一眼就是我們的助教 然後看到大家 我真的有一次衝到202去了 就從另外一個門上去 一去一看 主教正準備講說 怎麼還沒準備好 人家講說你是誰 我講對不起 搞錯了 馬上跑去 這歸納原則出錯 所以說另外的話也不是單純的邏輯 它不是一個邏輯的 寫出來是可以寫出來 但是它不是單純的邏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動物也會懂歸納法 是生存的必要的一種本能 我說去良心話 歸納法有點像我們講到家庭教育跟硬要五行一樣的道理 是我們生存的本能 沒有這個東西我們感受到 你想想看 孤兒 大家一聽到 孤兒怎麼多可憐 對不對 一生出來的時候 父母雙亡 哇 好可憐 對不對 覺得哇 然後講說沒有受過教育 哇 這個玩還活著幹嘛 對不對 然後一生雖小都沒有運氣好過 哇 對不對 那三件事加在一起的話 那你還不如小時候一出生就浮炭自殺 不是 這叫燒炭自殺 不是浮炭自殺 浮炭還不一定自殺 對不對 所以說最重要的是 虛摸在懷疑論在否定歸納原則同時 也使得科學成為一項沒有絕對真實的工作 這個是影響 為什麼 因為在整個啟蒙時代當中 大家認為是科學理性取代了宗教感性 那現在用一個沒有絕對真實的東西來取代了一個原來充滿真實性的東西 那這個取代的過程 對我們的社會的引發的衝擊非常大的 我跟大家強調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剛剛說過中華文化本身展現的方式很像宗教 這個大家都了解 因為你們就是這裡 但有人講說我刻意的要違反 比如說新中國 新文化 新革命 反對中華文化 憲章書丟到茅斯坑 或者說是把這個三反五反 或者說是這個破釋舊 破壞完了以後 發覺更不安全 我最近看了一個報導 大陸的農民有90% 信了基督教了 顯示不可思議 我自己家裡原來都代表了 基督教跟我們那個原來基本傳統差別很大 為什麼 因為一個新的思想上的真空 需要讓另外一個有實質性的東西來填補 所以宗教的真實性 大家不要以為說 像我們 我在台大課堂中我說過 我們調查幾次 已經漸漸沒有人信教了 因為我們以前信教為了去美國 現在不去美國 我們幹嘛信教 所以就沒人信教了 那沒有人信教以後的話 我覺得 我不曉得你們注意到 傳統文化非常興盛 三太子變得很重要了 以前我都不知道三太子在幹嘛 我以為是唐氏兒童鎮的神 現在發覺原來是很正又重要的神 然後我們家前面的那個仇神賽會的時候 搞那個布袋戲 我以前以為都沒有觀眾 後來發覺政大學生做得滿滿的 越來越多恢復傳統文化的人 很多很多 所以說這個就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所以Hume寫的書的Treaties of Human Nature 就叫人性論 我們先從Hume的人性論來解釋 為什麼他會提出這麼極端的懷疑立場 然後Hume的哲學以討論感覺為主 感覺又有個分為印象跟理念兩個部分 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強弱的差別 所以記住 我們休息十分鐘後要開始上 印象跟理念 印象就是 我現在看到大家 叫印象 閉上眼睛 你沒戴眼睛 你戴眼睛這樣 印象 你通通戴眼睛 理念是 從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相見兩不厭 不會再見面 再見面我也不會認得你 你也不見得認得我 最好都不要見面 然後你就成在變成我的理念 就說你現在看著我 對不對 下禮拜開始就變成理念 說那個老師你不記得我了嗎 我要用記憶力把你的那個 透過理念把你的印象抓回來 不一定抓得回來 現在很強烈 現在後來你一副很懷疑我的樣子 我也很懷疑你的樣子 不知道你在幹嘛 你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但是下禮拜以後 哦 不得了了 是完全理念了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 這個髮型好像是一般台大女生最普遍的髮型 感覺上 好像這樣的人好像每天都碰到十幾個 感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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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其實你很獨特 廢話你當然獨特 但是變成理念了 理念化就會產生跟印象不一樣 印象有individual 理念化就是generalized 那麼有關於這個印象跟理念的一個差距 印象跟理念的一個差別 我剛剛已經大致上做了一個介紹 Hume的人性論解釋一下 我要提出一個比較有具體的說法 替這個懷疑論這門課做一個比較好的注腳 這個注腳 這個印象比較強 理念比較弱 兩者都是感覺跟思想互動下的產物 每一個理念來自一個印象 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存在於心靈當中 我們假設有一個心靈 心靈的理念可以透過 這個心靈力量組成複雜理念 因此脫離印象成為 純粹由心靈理念所形成的複雜理念 這個講起來很複雜 就是說我看到大家臉 會產生一個客觀的一個認知 就是說台大學生 我們那一班 我班上的同學 我們班同學戴眼鏡的那些人 或者我們班同學不戴眼鏡的那些人 這樣講成一個複雜理念 比如說我看到一個人 所以會產生這個人的印象 然後我搶到一匹馬 所以會產生馬的印象 人跟馬的印象在心靈中可以變成人頭馬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是 就是我們在整個這個真理的認知的話 其實是有一個心靈的力量 心靈會強迫我們做很多事情 那麼這個非常重要 這個人頭馬 人頭馬 這個 那為什麼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一個突破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強調就是說 我們對於整個事物的認知 如果我們沒有 這個叫想像力 imagination 我們透過複雜理念構成一個想像力 那這個世界中 你覺得有沒有人頭馬 這個世界中 你覺得有沒有人頭馬 那你旁邊的男生 你覺得這個世界中有沒有人頭馬 沒有 真的沒有嗎 那我這照片寫了什麼東西 我這照片畫了什麼東西 這照片不是世界中的一部分嗎 你覺得這個世界中有沒有人頭馬 有 在哪裡 照片就真的嗎 真的有還假的有 假的有 你覺得這個世界中有沒有人頭馬 沒有 你應該講說 老師你講的是想像中的世界還是現實中的世界 想像中的世界什麼都有 人頭馬 虎頭豬 牛頭豹 什麼都有 現實中的世界的話 但是問題是現實中的世界很單純 要搞了一百多年才發現黑天鵝 本來大家以為天鵝是白色的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世界到底有多大 這個不是光靠活過來 這個世界有多大 是世界的 灌在你腦海中的想像力就可以了 所以同學要知道什麼叫創意 創意就是想像力的發揚 發揮 其實你仔細拿所有的創業東西來看 它們是有一個pattern的 這個是可以進一步發生 所以無人無可思想的主成是有先後持續的 起先來自於印象 然後變成理念 理念可以成為記憶 有記憶之後慢慢會有心靈中的想像 我剛剛下課前跟大家說過 我們有理念 理念可以刺激我們想像 所以在這個分析架構中 Hume提出一種nominalism 叫唯明論 認為所有在 所有的印象被理念所表證 同時也成為較為普遍的指認方式 我把它翻譯成英文看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in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Hume offers a kind of nominalism nominalism就是Name he consider all the impressions are represented by ideas and those are ideas which turn out to be the most generalized way of recognizing things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上課的氣氛 我現在想說這個同學 這個穿白衣服的Champion的同學 你說你覺得我們現在上課的氣氛怎麼樣 蛮嚴肅的 就是說somehow serious 對不對 那你用這句話來形容的時候 你用這個字 什麼啊 太誇張了嗎 蠻嚴肅的 那這個嚴肅的概念怎麼來的 你把我們整個上課的氛圍命名為嚴肅 你覺得嚴肅嗎 你覺得我們上課氛圍嚴肅嗎 老師一直在講笑話 講了一學期了 看不出來 我在很努力的講笑話 你看不看得出來 我在很努力的講笑話 看出來個屁眼 應該是聽出來我在講笑話 你笑話是用看的還是用聽的 難道我真的能長得這麼好笑嗎 對不對 你覺得嚴肅為什麼 為什麼你對我們這班的氛圍取名叫嚴肅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心虛 你知道為什麼你心虛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心虛 知道 知道我就不講了 不知道我就講給你聽 知不知道 為什麼心虛 知道 所以你會覺得嚴肅 其他同學就非常愉快 你覺得我們上課氣氛嚴肅嗎 然後呢 你呢 你覺得呢 管院的那個 你啦 我覺得好奇怪 隨便 隨便whatever 亂指 我都是亂指 你覺得上課氣氛嚴肅嗎 我覺得不會 不嚴肅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對我們上課的氣氛 對我來講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上課的氣氛是一個你們命名的過程 是一個nomination 所以我們上課氣氛是嚴肅的 就是他 另外講說上課是不嚴肅的 輕鬆的呢 好像也不太輕鬆 好像也不太輕鬆 因為老師一直在問 對不對 還是很輕鬆 所以只要坐在那邊 Pretending to be stupid and being afraid of people find out it might be true 就比較輕鬆 有嗎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們通常使用語言的時候 其實就是命名的過程 我問你這個班上的氣氛怎麼樣 你一個取名字就嚴肅的 或是輕鬆的 或是無知的 或是好奇的 或是努力的 或是放棄的 樂觀的 悲觀的 這些都是adjective 都是名詞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事物本身 我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當然是很空泛的 班上氣氛是什麼 這根本是不存在的東西 班上哪有氣氛 有的話只是大家不同的氣味聚集在一起 哪有什麼氣氛 但是我們就給他取一個名字 就叫nomination 就是叫nominalism 所以這個 所以Hume提供了一種唯明論 就這個意思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們的生活中是一個唯明的世界 對 Go ahead 所以Hume like a picture of the world So for whom is language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world Hume to whom language? Language considered an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world Yes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因為如果在經驗中都沒有辦法表徵的話 我們必須用理念 Language is represent our ideas 那這個理念的話 為什麼要用nominal的理念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地方 我們問的問題 在reality沒辦法回答 在現實中不能回答 比如說我們今天上課的氛圍如何 說假如說今天上課氣氛不好 大家上課的話 那個mood都是很depressed的話 大家覺得今天上課氣氛不好 就是好不好的認知 是把你的理念用表徵的方式 被理念所表徵 所以我們這個representation 語言就是表徵 語言不用accurate 就是不用accurate 他問的問題是 語言可不可以很清楚的表達狀態 答案是不可能的 答案是不可能 語言沒有辦法表出狀態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我心情怎麼樣 說老師你看起來心情很好 我說對 我心情不錯 你怎麼可能知道我的心情到底怎麼樣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語言的表達是不可能精確 但是它可以表徵是重點 這是我們課程中的 所以同時也成為普遍的指認方式 說班上說整個 大致上情形來講的話 這個Champion同學 你會說整個台大校園的氛圍怎麼樣 你是我們學校學生嗎 還是來旁聽的 所以因為人在其中 所以沒辦法做判斷嗎 你說台大校園的氛圍怎麼樣 多元 很好 如果你講任何事情都加個蠻字 蠻多元的 蠻嚴肅的 你沒有受過哲學訓練 因為你這樣的話 大家會發覺你永遠對 你知道嗎 永遠對 蠻客氣的 蠻好的 蠻 蠻樂觀的 這個是整個文化不會進步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居然可以回答 你對台大 你來台大幾年 四年 四年就可以對台大整體做一個判斷 叫蠻多元的 台大很一元 你知道嗎 台大眾理工親人文 非常一元 大家都這樣講 不是我這樣講 對不對 台大很多元嗎 你看 馬上就這樣 那你怎麼也有答案呢 你來台大幾年了 不到兩年了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有答案呢 我們有針對於整個現象 Nominating的習慣 我們其實就是個命名的過程 語言就是一個Names Language are names 所以說Helman的理論包含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以一個理念 比如說孝順 指認一個事物的過程 就起本質來講 並沒有比指認一個普遍名詞顯得比較容易 就是說一個人孝順 跟這個孝順我們擺散孝為先 這兩句話來講都不容易 用一個名詞來表徵一個理念 其實不容易 就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單一理念跟普遍名詞 在指認過程中並沒有差別 都很難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可以單獨講你一個人 我可以描繪你一個人 那我描繪很多人的話 會一定要落實到單獨一個人 其實的話 他們的複雜情況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可以講說我們在命名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產生了很多差別 然後在心理上 用一個理念指認一個印象 不是那麼清晰的 所以這個你的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理念 他講說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US as a country? smart or stupid? Boss Boss 這個是你講不清楚 因為你用一個generalized idea來描繪一個現象 為什麼講到這邊呢 就是要纏到我們心靈上的一個自我的存在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他懷疑論頭懷疑自我存在開始 Hume說 對我而言 其實我以最親密的態度體察我的自我的時候 自我 因為Hume基本上 他會把所有的事物 全部解釋成用經驗主義的感覺來描繪 然後再賦予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概念當中比如說自我 比如說 比如說我怎麼勃然大怒 比如上課看兩個同學 這個從頭到尾交談 然後老師很生氣 我說你心中 對我完全是你傷害了我的尊嚴 讓我的自我本身受損 那大家一聽起來覺得不得了 老師的自我受損 對不對 像老師這樣跟下皮糖一樣的人 居然能夠自我受損 上課勃然大怒 跟班上幾個同學扭打成一群 因為自我受損 他講說因為他侮辱我 我們都常常會講自我 自我受損 就等等 所以我們說 如果我體察到我自我的時候 我總是憑藉著特定的或者其他的感覺 察覺到我的存在 不管冷熱 明暗 愛恨 苦樂 我從來就不會在沒有感覺的情況下體察到自我的存在 我跟大家先強調 對Hume來講自我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從經驗中體察到自我 你只有提到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大家記住 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 因為大家講到Hume的懷疑論 只有懷疑他 就是他批評因果論 那個太簡單了 我加一個對於自我的 像你可以感受到自我存在對不對 你可以感受到自我存在 你住在這邊就自我存在 你怎麼不會再睡覺吧 對不對 對於我們來講 你有各式各樣的感覺 感覺只有五種 嗅覺 味覺 觸覺 視覺跟聽覺 大家一定要背起來 嗅覺 味覺 觸覺 視覺跟聽覺 這非常有用 因為你五種感覺一講出去 人家沒辦法跟你討論 大家都昏了 這就是五種感覺 所以這五種感覺一下提出來以後 你只有在感覺中察覺到 你有冷熱 你有明暗 你有這個感覺 苦樂 什麼的 但是你沒有自我 其實所觀察的都是感覺 或許有一些從形狀學的角度來談論到自我 Ego 講到Ego Ego這個本身來講就是在 就第六感 我可以感覺到我存在 像我們常常講說刷存在感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刷存在感 為什麼叫刷存在感 你知道刷存在感這句話什麼意思嗎 為什麼叫刷存在感 我告訴大家 除了我們上課的這個情況以外 大多數人都要強調自己存在 像我們上課的大家講 老實不要叫我 我根本不存在 我柔椅偷生 好 所以說其他人不過就是一串感覺的集結 這是Hume的觀念 就是只有感覺是真實 這個觀念說起來的話 就說一個心靈的強制性 我沒有說出這句話 就說像Hume講說 我們很習慣的問到雞跟蛋的問題 雞跟蛋的最後講說 那就是上帝存在 上帝同時一下創造了雞跟蛋 所以他們都存在 Hume講說雞跟蛋之間的因果循環當中 怎麼會讓你有一個機會把它停下來說停 然後說上帝來了 雞跟蛋同時出現 怎麼會有這種停下來的感覺呢 它有這種感覺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心靈在運作 讓我們被強制運作 就產生感覺 所以說的話 這些感覺在極快的速度中連在一起 時時刻刻都處於變動當中 這是最重要的懷疑論 包含了底下的八點內容 八點內容 第一 如果有自我 我們可以感覺到自我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整體的感覺到 要有一樣東西叫自我 所以我們心靈中就沒有自我 但是我們心靈會強迫我們認為有自我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區別 Ego 我們都有這個名詞 我們有命名 Super Ego 對不對 讀弗洛伊德的理論上有Super Ego 對不對 你們這個都知道 我們講的Ego有自我什麼 自我是非常重要 還發存在感 什麼都有 可是它不應該存在 第二個 沒有人可以感覺到大腦 但是他能夠擁有我的理念 這個理念是哪來的 沒有人可以感覺到大腦 我們假設有個東西叫意識 你知道意識叫什麼東西嗎? 意識好像是一個腦海中的一個大電視 所有的東西的內容當中透過意識 像看到螢幕一樣看得到 雖然的話它是各式各樣的這個螢幕的集結 但是我們感到有意識 但是人腦袋打開沒有意識 所以Hume的懷疑論直接批評了科學理性 我們現在科學界最大的爭議就在這裡 生物學是唯物論的 被迫的 因為打開沒有任何心的 心 沒有任何這個唯心的部分 像意識 意識打開腦袋中 沒有意識 但是人活的是為了意識 你能想到 比如說你現在下了課後你要去幹嘛 今天我們有助教時間 大家用助教時間的話 助教會告訴大家老師考試的方向 你會有心理想法 可是你打開的話完全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感覺到自己的大腦在運作 但是我們會創造出很多 心靈會逼迫我們 會產生感覺 我們叫意識 大家知道意識這個概念是康德發明的 意識的概念發明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他解決了多少問題 他也創造了很多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會問 有經驗 經驗的話會產生印象 印象會導致理念 然後這理念會進入記憶 記憶的話可以讓我們活在生活當中 可以隨不中一不遠的我們靠著記憶生活 那請問你 這些記憶存在哪裡 原來不知道這種東西 原來大腦裡頭就記 後來康德說有個意識 有個意識這個東西裡面構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內容 就像一個記事本一樣 就像一個大的硬碟一樣 你要什麼資料從這裡面找 但是打開沒有這個東西 人腦中找不到意思 所以說這個理念 這個自我的理念不會是合法的理念 因為它沒有相對應的理念 就是說你的自我相對於什麼東西 使你能夠用經驗來察覺它 用感覺察覺它 沒有這個東西 第四個 所有的理念都必須以印象為本 那這個原則決定了一切 為什麼呢 因為先有印象 像這個同學 在我腦袋中 就你了 正人君子的標準長相 君子不重則不畏 你們兩個都蠻重的 非常有畏意 在印象中 兩個人 我產生了印象 在印象當中的話 變成理念 在理念的時候 你們兩個不會兄弟吧 新的一個理念就出來了 說我不認他 我第一次來 好 那我搞錯了 來 你說 然後上週那第三點 那個合法的法是什麼法 不是 這個legitimacy的話 就是講到說 因為所謂合法或是合理 就是印象一定對於到物品 一個物件 在我腦海中產生印象 那自我就沒有這個物件來對應 這個講到合法 legitimacy 像我們講說中國哲學合法性 就是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國合法性 其實講的不是法 不是法 而是說它缺乏了一個 我們共同客觀認知的規範性 這個意思 規範其實就是法 這樣 好 那麼 我的 依照原則 我們所宣稱的自我就是一個假的理念 反之如果君子的原則錯 我們就不得不承認 有些理念是內在的 那這個的話問題就很麻煩了 為什麼呢 內在的話就是鮮豔的 鮮豔的話就鮮於經驗的 鮮於經驗的話 你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的 比如說 鮮豔的這個理念 很好回答一些哲學的大問題 比如道德哪來的 道德哪來的 很好回答問題 因為道德大家會發覺 人為什麼會有道德 有人說道德是演化的 但是演化的過程 人是為了自私 那就是說是有一種 叫做king selection 就利他主義者 有一種叫 有一種觀念叫利他主義者 那人怎麼會有利他主義呢 按照演化的過程中 都是為了自私自利 哪來的利他主義呢 所以不好解釋 有人講說 孟子說了 人之益於行受者己系 人就天生的 內在的 道德的 這樣子來解釋一切 那 同學們 這個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你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人說道德哪來的 道德是演化來的 我不是回避掉 因為我們演化的基本的原則就是自私自利 Egoist 可是我們道德講求的是這個利他主義的 利他主義英文怎麼講我都忘掉了 利他主義 什麼 那是功利主義 我記得有個利他主義者 大家幫我 不是出一針 查一下 你們有電腦的趕快查一下利他主義的 看一下學校網路到底夠不夠快 利他主義叫什麼 英文叫什麼 大聲唸出來 好 來 你給我問一個簡化的問題是什麼 查到沒有 社會性的動物 Altreism 不用查了 Altreism 好 來 go ahead 這我自己想起來 人體性的動物 那就是 不可以說就是演化出的但 極致量 可以承擺 道德這個東西 助於人的全體生活的嚴峻 對啊 那個叫king selection 有這個理論 對啊 但是因為道德本身的發展在個人層次上 什麼無死則國生 什麼的 大家彼此相互容忍 就是犧牲了自己眼前的利益 為了達到更好的這個生活 這個演化論述學沒辦法解釋 對啊 因為講互 沒錯 可是因為道德講說 如果你有任何的 你知道什麼叫道德嗎 如果你有任何目的才從事於道德的行為的話 表示這本身是不是道德的 你讀過抗德倫理學就知道了 如果我做任何事情是hypothetical 是有目的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對你很好 我教書教得很認真的話 是為了要選校長的話 這個就不叫做道德的 所以你聽得懂嗎 我沒有藉故用聲調來壓制住你的思維 我沒有故意 但是我講到這事情我很激動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來可以 我本來可以很繼續上課 但是你提到演化 我沒有把演化explanet away 是說有這個困境他沒辦法解釋 因為我們現在對於道德的認知 我認為這個認知從哪來的 對不對 如果說演化論可以解釋道德的存在的話 那孟子早就三小了 不是 三小 對不對 就沒價值了 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說古代的傳統 像我下學習要開一門斯多噶哲學 就是要解釋 在演化論沒有辦法解釋道德起源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看道德 對不對 但你的問題有一個價值很好 為什麼 因為Hume講說 如果說我要承認任何內在的理念的話 比如說道德是內在的 如果我承認說 人天生就是個道德動物 孟子講的是對的 如果我承認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發覺道德不屬於科學的範疇了 如果道德不屬於科學的範疇的話 它變成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成了禪宗了 沒辦法說的 它是內在的 而且我們也沒辦法擔保說 每一個人的道德理念是一樣的 這個引發了新的大問題 不屬於科學理性的東西是我們沒辦法學習的 大學裡頭不應該出現這種東西了 大學存在就不應該強調道德了 就沒辦法談的 是不是 有這個味道 你拿一系的 心理系的 心理系其實還好 心理系不談 因為道德心理學 有沒有工學院的 你拿一系的 你是工學院的 有沒有理學院 有沒有數學系的 數學系的 沒有 物理系的 沒有 你拿一系 慘了 物理系談不談道德 對啊 知道了吧 他都不好意思講 物理系不談道德是一種最高的道德表現 你談什麼道德 做物理學談什麼道德 你知道嗎 來 你說 像數學也是鮮豔的東西 你是數學系的嗎 你不是 不是一直都說數學知識是屬於鮮豔的東西嗎 當然 數學當然是形式的 對啊 那他也 那這樣的話 突然間是限於今天就養 沒考證 然後我怎麼可以歸於科學知識 誰跟你講數學歸於科學知識 誰跟你講數學歸於科學知識 數學跟神學都比較接近 你知道嗎 我講過很多遍了 數學怎麼會歸於科學知識 數學就不是經驗的怎麼會歸於科學 我反正是科學的一定是經驗的 對不對 你想想看就好了 不用多講了 好 我們還有 來 那個我剛剛看到前面 就自我一定會被歸於 像這裡他說 自我的理念不會是合法的體驗 但是自我是一種理念或是一種印象 你有沒有自我的感覺 你有沒有自我的感覺 你有沒有 有嗎 我講輕鬆一點 每天大家覺得老師強勢奪力的時候 把聲調拉高 嚇著學都不敢說話 請問你有沒有自我的感覺 有沒有那一點點 我覺得自我 你不能視為一種 可能像假言意識這種思考的規律 就是可能自由意識二種必要的檢測 自我是所有自 自我意識也好 自由意識也好 最基本的認知 你感覺到我是自由的 是先於一切 對 你先有自我 再談 你記得我們講我是故我在 就是在講這個問題 因為已經先我在思考 有個東西在思考 這個東西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 在思考最重要 對不對 那Hume就在反對這件事 反正就是說 你的自我當中根本沒有一個對應的東西來 讓你又產生自我的感覺 你有這個感覺 但是它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好 同學的非常好 感動了 鐵樹開花 玩死點頭 我最喜歡這種上課了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上課的感覺就是一問一答 大家覺得說老師你都亂講 我繼續亂講 對不對 你來挑戰 不是 我不是繼續亂講 我都好好在講 但你聽起來像亂講 經過你的質疑以後變得好好在講 所有的理念無論有沒有印象 都可以經由感覺加以定義並因此的說 所有的理念 我們就可以由經驗得到定義 就經驗得到定義 這個理念就可以透過經驗得到定義 所謂的自我也一樣 在一連串經驗定義的結果 也沒有一樣單獨存在的東西叫做自我 就是再重複一下那個合法性的問題 沒有單獨這樣 那這個的話就是這並不是說自我不存在 而是說我們不知道自我存在與否 自我並不合於我們判斷事物是否存在的知識能力 這句話很重要我把它アドライ起來 就是說我們判斷事物是否存在的依據是感覺經驗 為什麼 因為這符合了科學的認知 同學們讀書讀這麼久 一聽到演化論不能夠解釋一切 就馬上這個同學就馬上覺得不對 演化論可以解釋一切包含道德對不對 你是基於這個理由來發問的嘛 對啊 所以老師你今天存在難道不是演化的結果嗎 那你講說所有人都是道德的動物 那所有的人都是演化的結果 所以道德也就是演化出來的 是這樣講對不對 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的判斷事物的標準 在科學的時代中 在科學的時代中 你要知道為什麼我們台灣大學不可以有神學系 不可以有訓練基同的地方 不可以有神靈通體 你知道嗎 我家住在木柵旁邊有一個仙宮廟 仙宮廟有台灣道教學院 人家也四年了 也有銀行活動 也有分科系 人家還有基同系 我一個學生以前台大人士系畢業來讀基同系 基同是訓練的 人家有 為什麼 他們跟我們完全不一樣的認知事物的標準 他們第一件事情講說你看到神沒有 神在外 神也在你心裡 我們第一堂課的話 你看到神沒有 沒看到 然後你要證明在我心中存在 否則它就不存在 對不對 我們有社團打倒迷信社 他們就沒辦法了 他們不能夠把自己學校拆掉 你去自己去看 仙宮廟旁邊一個林小寶殿 裡面就有中華道教學院 做基同還不容易 還要明修49天 在一個黑的 全部是鬼故事的房子裡頭 沒被嚇死也變成基同了 人家也是有訓練 但是他跟我們認知的標準不一樣 不符合我們判定事物是否存在的知識能力 我們現在判斷事物存在這就是科學理性 所以對於取消形上學 這實體概念而言 訓練的理論在神學中發揮了 摒棄靈魂縮的功用 是不是 好 那麼有哲學關係 相同 相似 量性 直性 相反 時空跟因果性區分了 前面四種他認為都是依附理念 所以比較沒有出錯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就是理念 identity country 這個opposite 這個直性 量性 後面的話 時空性 相反因果性 是完全不能夠依附理念的緣故 所以不能夠提供準確的知識 所以他是有一套認知 最套認知就是科學基於經驗 經驗基於歸納 這樣子出來的結果 所以不能夠 所以說其中最重要的反對因果性 時空性 我們感覺到時間跟空間存在 你知道時間跟空間存在是一個假設 並不真的存在 對不對 代數跟數學是依附在理念上的推理 所以提供非常確切的知識 就是剛剛有一個同學問到了 它是一個依附在理念上的推理 它不是科學的本身 這種知識確確認性在幾何學是沒有辦法達到 因為幾何學的功力有可能因為不完全依附理念的緣故 所以缺乏確切的可能性 第二段 你看一下 你看得懂嗎 大家看 你知道公理是什麼嗎 我們當然真的沒有學數學的嗎 以前有幾個大陸來的學數學的 那你學物理也接近 公理是假設的 這個你知道 公理就是假設的 什麼是假設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假設為真 這叫假設 對吧 是不是這樣 都可以假設為真 如果是假設的 所以這樣子 所以基於這個情況下 所以幾何學就有問題 但是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講的重點是 數學之所以不會出錯是它的推理 那個inference 數學的公理是一定有可能出錯的 連歐吉里德的幾何學都不例外 但是它的推理是真的 所以說這個時空性跟相反性 都依附理念的可能 但是成為擁有缺切的知識 但問題嚴重的是因果性 原因是沒有辦法感覺出因果 我們剛剛講到自我 不能夠感覺出來 現在因果也沒辦法感覺出來 比如說有因就有果 你要知道 我覺得沒辦法感覺到因果有三種層次 第一個我們現在講一件事情講說 今天的結果就是如此 然後原因是什麼的 這種人因果關係很難建立起來 第二個層次是講說有因就有果 有果就有因的這個說法 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而是一個選擇性的一個認知 然後第三件事情 說因果可以解釋你今天這個樣子 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因果是什麼東西 知道嗎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普遍的 應用這個因果的解釋 而這一點Hume反對因果性 是最堅強的懷疑論 極限了 極限了 沒有了 像我剛剛講的 你對事物的判斷 比如說 彭老師為什麼每一個禮拜三的中午12點整 就會騎腳踏車從那個 植葉湖旁邊騎過去 那個叫植葉湖嗎? 不曉得了 就從小福旁邊騎過去 原因是他在上懷疑論課 所以結果 但是有沒有可能這種情況就是又是一個禮拜三 我又騎過去 但是那個禮拜三我不是因為上課的原因 有可能 所以因果這件事情你是感覺不到的 但是你一件事情 你很自然而然的會喜歡用因果來解釋 否則的話我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你要了解 你們要讀哲學要知道活用 什麼叫活用? 活用就是賺錢 要能夠賺錢 對不起 我講得太直接了 活用就是能夠有產生利用 最主要的 最明顯的讓你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會發現它有利可圖 你在任何事情 你要記住 這個因果完全是我們賦予的 所以你遇到任何事情的解釋 你第一件事情大膽地把你認為的因果說出來 絕大多數人很容易接受 你說這個不是在說謊嗎? 沒錯 因為因果本身來講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但是大家在心理上有這個本能 想要期待有個解釋 我天天在幹這件事情 你對任何事情 這個叫大膽的假設 然後小心地求證 學術就是這樣子 什麼叫大膽的假設 就是賦予它一個因果性 然後按照這個因果來檢討 這個就是科學方法論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你們做學術工作也是一樣 學術工作也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你現在的話 如果你讀心理學當中 把原因的解釋跟大家想都不想就是這樣子的話 你就要想出跟別人不一樣的原因 然後證明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才是真的 這就是學術 叫originality 否則的話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說台灣為什麼垮了 就是因為政治惡鬥 政治惡鬥真的會讓台灣垮嗎? 不知道 但是你要先講出來說不一樣 不是 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本身來講的話 我們得罪了天神 這個感覺上很不一樣 對不對 或者說是有別的理由 有別的理由 或是說是 好 所以 因為我們反因果關係 這個很重要 沒有對因果關係的印象 我們對因果關係的認知來自於經驗跟心靈 所以A導致B的認知來自於規律性 對於這些規律性 我們只能夠說A跟B之間的確是有連續發生的關係 叫concruent relationship 就是sequential 發生完A就發生了B B完了C 有這個sequence 但是這個關係並不是一個必然發生關係 我們會在這個關係下養成一個形成規律的過程 其次 在心靈上 我們的心靈受到習慣的控制 會產生一種約制的認知 心靈 我們的心靈 所以我們生活當中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 我問同學 傳統道德有沒有什麼用 傳統道德有沒有用處 想不出來就是答案 老師 我真的想了很久 不知道 沒用 就是答案 對不對 所以說 但是我們習慣性的會說有 我還滿驚訝的 就是有什麼用處 所以說我們習慣 規律養成的習慣 在心靈上 我們說到 那在大廳廣眾下 說傳統道德沒用 這還是人嗎 感覺上 就是說 所以說我們習慣 所以因果的問題讓我們注意到下面重點 只有事件的發生連續性沒有歸納的有效性 我跟大家先強調 我不針對Hume的哲學做進一步的說明 但是它這個哲學非常重要 我覺得你將來有生之年好好努力賺錢 隔壹要很空前的時間 最好兩個月到三個月 安安靜靜地看這個書 如果我那個時候有機會把我們懷疑論寫成 寫成課本的話 寫成書的話 你也趕快好好看一看 因為我們沒有機會把這裡面講掉 這裡面重點 但是對於懷疑論的觀點給我們提出的解決方式 非常出人意料 我們現在到了最後的部分 要強大解決方式 他說因為我們無知 因為我們的心靈對我們構成了強大的約制性 所以我們的心靈是不理性的 我們必須要回到自然的狀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有很多的書出現說 其實我們不是那麼理性 你以為你的決定真的是你的決定嗎 就是說如果我們是理性的 我們怎麼會後悔呢 出現了很多書 大家開始連諾貝爾講的經濟學講 都開始懷疑人的理性 其實消費者是不理性的 一般人當中 有哪一個人會承認自己是理性的 很多人都知道事情該這麼做 但是你真的會這麼去做嗎?不可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早就不一樣了 對 你就是不會這樣 那你講說活在 不那麼理性的環境中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那麼理性是好事還是壞事? 你覺得 不那麼理性是好事 不那麼理性是好事 我覺得 我覺得Hume的最後的答案非常讓人驚訝 有名的 其實這個在我們哲學界都是司空見慣對不對 你在哲學界都知道Hume的最後答案是很 是很普通的 但是一般人講就作夢有沒有想到 就是說我們花了一學期的課討論最理性的東西 懷疑論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基於絕對以及無法控制的必要性 自然決定了我們從呼吸感覺一樣 知道如何做判斷 他意思說什麼? 就是我們的真理就像我們呼吸一樣 我們認知為真的就是認知為真的 但是怎麼樣呢? 只要我們不用理性來思考真理的真 那他就是沒問題的 一用理性問題就來了 我也不能夠在完全確定情況下來看待事物 只是透過習慣跟現有的印象中提出解釋 所以這個答案居然變成了我們哲學界公認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反撲 大自然的反撲 所以說這個 我們不能夠在清醒的時候阻撓自我 也不能夠在陽光下否認我們看到的事物 就是什麼呢? 你否認了自我對不對 你現在講說 譬如說我今天早上起來 我今天早上起來我就發生了這個問題 我早上起來的時候是被 被我太太叫醒 我好累 然後我起來講說 我怎麼那麼命苦啊? 然後我自己心中吶喊 然後我太太講說 你趕快起來了 你什麼你 你根本不存在 你只起來就對了 我心裡想 對 我就是想睡覺嘛 哪什麼我命苦 講的東西都沒有根據 但是呢 我不能夠在陽光下否認我 看得到的事物的情況 跟我認知有自我存在 所以任何人只要他拒絕懷疑論 就會無意義地經由論證建立一套 自然在我們心裡中預先設定的能力 這種能力是我們沒辦法拒絕的 沒辦法拒絕的 自然能力 人就是這種 在自然環境中有認知的動物 所以再展示一切論證的企圖 僅僅是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我所假設的真理 所有我們有關因果的 關係的理性都來自於習慣 都來自於習慣 如果你要拒絕人的因果 我覺得我自己要特別注意檢討 特別注意檢討 因為有一次我跟大家一樣 在上課的時候碰到一個人 一個學生 他說老師你懷疑歸納法 認為歸納法有問題的 你基本上懷疑了整個人生 因為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懂得十一柱形 都是歸納法應用的結果 都是歸納法應用的結果 那你這樣的話等於懷疑我們的一切 我一聽我就懂了 以後我就在這個問題上來講 我都會自己先煞車 我說我們生活中99.9% 如果分了1000份的話有999份 是不懷疑歸納法 可是如果你要堅持用理性來思考 歸納法有可能出錯的話 千分之一的錯誤 是不能排除的 所以說這是我們自然認知的部分 所以懷疑主義者會繼續相信 雖然他知道 他不能夠經由理性的方式來捍衛他的理性 但在同樣的原則下 他必須承認身體存在的原則 那麼 縱使他不能夠以任何哲學論證來 確認這個原則的真實性 就換而言之的話 我們懷疑論討論了個半天 只要你對任何事情採用理性的態度來檢視它的話 那他這個真實性就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自然生活當中 其實我們的自然 我上課當中曾經跟大家強調一個觀念 那麼 我上課可能曾經跟大家強調一個觀點 說我們的語言包含了錯誤 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我講了瘦肉精的問題 那同學當初應該問我說 那你用語言來建構你的世界 你怎麼知道語言有錯誤呢 我說 我們在自然的生活中 感覺得出來語言所表達的世界 不是我們要的世界 你懂我講的意思嗎 很多人會覺得說 現在的蔬菜很乾淨 就是因為不是有機的 是農藥的 所以要用吃的蔬菜之後一定要把蟲抓下來 因為很多人就是為了要抓蟲 才去買那個有蟲的蔬菜 然後最後那個蟲又抓不完 然後就是這樣子把蟲抓完了 燒熟了一起吃掉以後 也不能夠確保就沒有 除了農藥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就你生活中把自己的認知當成顯微鏡一樣來看待有沒有細菌的話 那個沒辦法活了 像我買菜就很簡單 什麼便宜買什麼 人家講說那個便宜 我說那個省麻煩 人家講說你這樣子可能活得比較短 我說那你那樣的確定你比較長嗎 也沒辦法確定 理由很多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懷孕論的觀點 無論是關於理性或是感應 其實都是思想上的變態 而且永遠不會治癒 好了 這個懷孕論懷了一學期變成病態了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的結論 就是大家不要當一個病態的人 要當一個正常的人 所以每當我們企圖趕走懷孕論的觀點的時候 都會完全 甚至於完全不受影響的時候 他都會回來落在我們身上 只有不在乎他或不注意他 才能夠為我們提供解藥 為這個病做這個 做這個解除的一個方式 請大家注意 David Hume是最重要的懷孕論者 也是很重要的哲學家 所以算是最重要之一 他的觀點非常新 最主要什麼呢 他的價值在於他合乎了科學的理性 合乎的 因為這個緣故 我依賴這兩種消極的態度 不管讀者的意見什麼 應當以視之為當然的態度 在一定的時間內 他將被說服 承認有兩個世界 一個是內在的 一個是外在的 一個是理性的懷疑世界 另外是感性的生活世界 很可惜這個 這個我們重點是生活世界 我們要back to the life 回到生活當中 這才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 我的結論只有一點 想要克服懷疑論 就不要太執著 要回到生活世界中 發現的東西搞不好更多 真正有用的哲學 是來自於我們的生活 不是來自於我們的學校 所以說想要讓我們的教育進步 不是教育的改革 而是回到生活世界的教育 那我們這個課到時結束 我們下個禮拜期末考 那我感謝大家的選課 聽課以及考試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